这个男人每走一步都会留下燃烧的脚印 身上每一寸血肉都被地狱之火无情焚烧 双目更是被烈焰吞噬 曾经为拯救所爱之人的生命 而将自己的灵魂卖给了魔鬼 也因此获得了地狱之火的力量 他就是恶灵骑士 男主强尼原本是一名摩托车特技车手 从小跟随父亲参加演出 他和陆希约定一起私奔 却无意间知晓了父亲癌症晚期 这让强尼悲伤不已 就在这时出现一位奇怪的老者 他提出用灵魂换取父亲的健康 强尼半信半疑地签下了契约 殊不知那位老者是魔鬼莫菲斯 次日醒来 发现父亲竟然真的痊愈了 脸色红润 精神饱满 看到这样他就可以放心地离开了 然而跟魔鬼做交易 会有好下场吗 这天强尼准备去找陆希 而他父亲在表演时发生了意外 眼看着父亲在面前死去 他悲痛万分 骑着车去找陆希 路上魔鬼突然出现 强尼指着魔鬼愤怒的质问 魔鬼表示是治好了他父亲 但没有说过他可以活下去 他消除了强尼的记忆 还声称会回来找他 失忆的强尼茫然地探着在等他的陆希 茫然地驶向了远方 多年后 紫城副业的强尼 成了知名的摩托车特技车手 最不怕死的那种 在一次表演中 他一个失误 头狠狠地撞到围栏 重伤倒地昏迷不醒 别人都以为他死定了 但他若无其事地睁开双眼 只要和魔鬼签下契约 命就不再属于自己 想死也死不了 别人只看到他表面的风光 却没人知道他内心到底有多痛苦 画面一转 一个男人来到酒吧 这里的人都变成了枯骨 在他的呼唤声中 各路魔鬼纷纷出现 原来 他是魔鬼莫菲斯的儿子黑心魔 来到人间是为了寻找失踪的契约 得到契约他就可以统治人间 在人间莫菲斯打不过黑心魔 但他创造的恶灵骑士 会帮他结束一切 强尼这边 完成了飞跃六架直升机的足球场采访时 他竟然遇到了多年不见的露西 年轻时的记忆一下子涌现出来 转身离开现场去追赶露西 在他的软磨硬泡下 对方终于答应再给他一次机会 两人约定共进晚餐 可是夜幕降临 他又要爽约了 这天黑心魔找到恶灵骑士 话音刚落 风魔飞来 将他撞在了铁链上 地狱之火也随之熄灭 不过很快火焰重新燃起 恶灵骑士拉下铁链 将其变成自己的武器 当他踏过一处积水的时候 水魔将他牢牢定住 紧接着地魔 开着卡车 狠狠地撞了上去 然而 地魔见状想逃跑 恶灵骑士甩出铁链 缠绕在地魔身上 将他稍微灰烬 恶魔们都被吓跑 恶灵骑士一吹口哨 摩托车应声驶来 他用双手触摸车身 地狱之火迅速蔓延 转眼变成了拉风的地狱战车 他骑上战车 开始巡查着这个城市的罪恶 很快他看到一个小混混正拿刀威胁一个女人 他抓起小混混发动审判之眼 犯下的种种罪行都一一在他脑海浮现 最终 他的双眼变成焦炭 灵魂被焚烧殆尽 恶灵骑士继续巡逻 行驶到了一个墓园 随着太阳升起 身上的地狱之火也随之熄灭 一位守墓人将他安置在教堂里 这个老头有点奇怪 似乎知道发生在他身上的所有事 但他也没多想就离开了墓园 在路上 强尼刚好路过昨晚的现场 发现警方在调查 刚好路西也在现场报道 他的再次爽约 让对方彻底失望 晚上路西主动找到强尼 告知强尼他要离开这座城市了 强尼便解释到 因为被恶魔控制才导致爽约 但他可能信吗 路西前脚刚走 警察就找上门来了 案发现场有强尼一流的车牌 便认定他就是杀人嫌犯 并将其关押起来 他向警察哀求 赶紧放自己出去 不是因为害怕 而是这里充满了罪恶的味道 身体已经开始有些不适 他怕体内的恶灵骑士会觉醒 罪犯们开始殴打他 突然一道火光冲天而起 将所有人都弹飞 恶灵骑士又回来了 转瞬间 他消灭掉所有罪恶 恶灵骑士走出警局 骑上摩托车 一路火花带闪电地 开始搜寻黑心魔踪迹 所有警察倾巢出洞 试图抓捕恶灵骑士 很快就将其重重包围 他不惧警察的 从从包围 一个甩头 直接骑着车扎进水里 河水无法将地狱之火熄灭 浮在水面跟警察比了个手势后 在水面扬长而去 恶灵骑士继续追杀黑心魔 黑心魔派出风魔去阻止 恶灵骑士被突然出现的风魔撞飞 重重地摔在车上 这下可彻底激怒了恶灵骑士 风魔往楼顶飞 恶灵骑士顺着大楼的外墙 一路冲到楼顶 一架直升机出现 恶灵骑士甩出铁链 将其扔了出去 紧接着风魔出现 恶灵骑士甩出铁链 并开始飞速挥舞 用地狱之火形成龙卷风 将风魔烧成灰烬 随即他继续顺着大楼的外墙 回到地面 一个帅气的落地 惊呆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恶灵骑士下车准备走向路西 警察纷纷开枪 不但没有将其伤到半分 反倒把他惹怒了 随后 恶灵骑士撞开警车扬长而去 在远处的黑心魔 看着这里发生的一切 也知道了恶灵骑士的弱点所在 果然 没过多久 黑心魔找到路西 恶灵骑士赶去救人 他抓住黑心魔 对他使用审判之眼 可黑心魔没有灵魂 这招对他没用 还反被黑心魔一招 打灭了身上的地狱之火 黑心魔带走了路西 让他前往墓园 拿契约换路西 强尼找到守墓人 守墓人坚信 为了爱而出卖灵魂的人 是值得托付的 一把摔断铁锹 将契约交给强尼 原来他是上一代恶灵骑士 只见他一个口哨 一匹黑马 从迷雾中冲了出来 守墓人骑上黑马 牛仔帽一戴 瞬间变成恶灵骑士 两个燃烧的骷髅 在黑暗中奔驰 场面一度十分酷炫 一个帅气 一个逼人 很快他们到达恶魔之地 守墓人扔给强尼一把猎枪 守墓人完成了他的使命 消失在黑暗中 强尼独自走进城里 因为水魔的拖延 天很快就要亮了 失去力量他不堪一击 飞星魔打开契约 解除封印 无数恶灵冲进他的体内 他变身群魔 法力大增 恶灵骑士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 关键时刻 路西扔来猎枪 他右手伸进阴影 猎枪瞬间附魔 一枪就把群魔打散 但是这样的攻击 好像没有什么效果 眼看群魔马上就要重新聚集 强尼似乎想到了什么 这么多恶灵挤进同一具身躯 于是变身恶灵骑士 一把抓住群魔 开启审判之眼 体验了所有受害者的痛苦后 直接被烧成灰烬 此时魔鬼莫菲斯出现 他要取回强尼恶灵骑士的能力 但强尼拒绝了他 他决定继续承受诅咒 用他来对抗魔鬼 魔鬼愤怒地走了 而恶灵骑士将会继续游走人间 巡查罪恶